19世纪40年代末,大批华人劳工陆续在悉尼港登陆澳洲,在旁边的岩石区形成了最初的唐人街。 后来,华人转移到城南蔬菜市场附近,并在这里逐步建立起了现在的中国城。 今天,中国城已经是悉尼著名的文化景点。 我身后就是位于悉尼市中心的中国城,红墙绿瓦红灯笼几乎是海外中国城的标志性元素。 其实走出这条街,中国文化元素在悉尼已经随处可见, 而在每年的春节期间,由悉尼市政府组织的中国农历新年庆典, 更是将整个悉尼装点成了一座中国城。 悉尼市议员郭耀文最近的工作重点之一, 是对明年春节花灯方案做最后的确认。 作为悉尼市中国农历新年庆典顾问小组的主席, 郭耀文相信,中年的庆典将会给悉尼市民带来更多的欢乐。 中国农历新年庆典是悉尼市政府每年大力操办的节庆之一, 硕大的十二生肖花灯遍布大街小巷, 中国美食和文化表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体验。 除夕夜披上中国红的歌剧院和港湾大桥, 更是把悉尼的春节年味传遍全球。 这场吸引上百万游客的中国民俗盛宴, 已成为悉尼多元文化的一张名片。 我们在中国的最大历新年庆典, 在悉尼,与中国文化一同流行的还有中文。 如今,汉语是悉尼街头的第二大语言。 学汉语不仅是孩子们的课程, 甚至也是很多正商名流的选择。 我很喜欢学习中文。 我认为学习中文是非常重要的, 并为年轻人的年轻人, 因为它给他们一个机会学习中文的历史和文化。 我认为我学习中文的语言, 我认为很多学习中文的语言。 我们的同事都很友好, 老板也好。 所以我就更喜欢在公司里工作, 因为觉得有发展机会。 斯蒂芬所在的公司位于悉尼北部的查茨伍德。 查茨伍德是悉尼著名的华人社区。 这里高楼林立,商业繁荣, 大批华人企业落户于此, 素有小香港之称。 作为悉尼华人的经济重镇, 查茨伍德见证了一批又一批众多华人企业的崛起。 我们现在中国已经坐进了超过5000家店。 在我们2010年进入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应该说华人做的还不是特别多。 但是在后面发展历程, 实际上也是华人在澳大利亚葡萄酒产业 不断地去生耕发芽, 这个金耕细作的八年。 文化上广泛认同, 商业上发展无限。 伴随这一现象的, 还有悉尼华人社区的快速成长。 悉尼地区现有华人约50万, 郝士维、查茨伍德、 博伍德等地, 是华人生活相对集中的地方。 走进华人社区, 我们可以感受到澳洲华人今天的生活景象。 如今波乌已经成为悉尼的一个中华美食聚集地了, 从水煮鱼到肉夹馍, 几乎每个华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家乡的味道。 每天上午十点, 这家位于博伍德区主街的陕西面馆就开始各种忙碌。 厨师们要准备好足够的肉夹馍和凉皮, 好迎接蜂拥而至的顾客。 沿街望去, 集聚中国地方风味的餐馆临朗满目。 我来了04年时候, 我的印象中, 吃饭, 吃华人餐, 只能去唐人街, 现在已经发展到, 只要国内流行什么, 我们澳洲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之内, 一定会出现什么。 除了丰富的美食, 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 也常让博伍德社区居民津津有味。 路过这片城中公园, 人们时刻能够看到各族裔其乐融融的生活画面。 早上我自己也会到公园来做事运动, 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参与了很多他们, 他们这种, 尤其以华人为主的那个时候特别多, 他们叫一些太极, 还有做一些舞蹈等等, 那么我感觉很多其他的族裔, 他们感觉一团人在一起做一些这样的运动, 这样子的话呢, 我感觉他们互相之间的人和人特别特别好。 200年中国移民移民的移民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非常感激烈 我们这一年能够认识 他们真实、温暖 你会看到的是什么 有很大的能力、专业 这就是中国人最大的贡献 澳大利亚华人移民历史告诉我们 今天华人社区的安定与幸福来之不利 它值得每个华人珍惜与守护 这份和睦离不开一代的华人的不懈努力 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 更是源自于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改善与稳定